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秋季赛中期的转会期已经开启了 清荣的转会终于有了定数,他最终还是转到了E-Star战队,可以说是一次持来的转会 秋季赛初期E-Star就是打算让清荣首发的,奈何有未成年劲力 只能买来签是作为清荣的过渡期,但是也没想到,E-Star在秋季赛的成绩会如此亮眼 以至于清荣的转会,似乎成了鸡肋,现在清荣的加盟让主教练SK犯了难 什么时候让清荣上场是个问题,现在的E-Star和当初的DYG很像,肖绝跟对意志连胜 但九成的粉丝有意见,SK当初选择了肖绝,并且夺冠了,不知道这次SK会怎么做决定 签是在常规赛前半段的表现一直都不错,甚至有点重回20年巅峰的意思 所以现在确实没有必要把签是换下来,如果俱乐部一定要力捧清荣的话 或许他们上一场输给狼队,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理由 E-Star前两天的比赛,刚刚输给狼队,官方马上都放出了清荣转会的消息 正好可以让清荣上场是一下水,不过强情换下签是恐怕两边的粉丝会有一定的矛盾 小伙伴们认为清荣现在适合首发吗